课程分类和课程推荐 这个区域的功能实现 就是我们网站首页的课程分类和推荐 我们先来看一下静态页面的一个效果 一样的 我们在Static里面有个index 我们可以直接到 操作系统的这个目录中 把它打开 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 打开过了 看一下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一块 这个就是分类 以及这个课程推荐 目前因为它是静态的一个页面 静态的 所以这些数据都是测试数据 我们下面就把这些静态的东西 给它换成动态的 从数据库里读取的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首先我们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需求阶段 设计阶段 开发阶段 发布和产出 需求就是我们要实现的功能点 第一个 我们对分类区实现动态效果的展示 因为这个动态效果 其实是通过JavaScript控制的 对吧 JavaScript控制的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index里面 只是把这些数据静态的给它写进来了 没有实现这个动态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要把它实现动态效果 第二我们来展示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 这个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呢 是从数据库中读取的 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从数据库中读取 并且把它给展示出来 第三我们来展示一下 这个分类对应的推荐课程 就是每一个分类 我们有一些推荐课程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设计思路 设计思路呢 我们依然是在OCPorto中去实现 还是呢PortoController中 因为那个index嘛 我们依然是index 就是在这index里面去实现的 然后呢我们一个 iPortoBusiness这个结构 iPortoBusiness它呢 就是实现了我们加载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 以及推荐课程的一个业务类 我们说了啊 就是说对于力度比较大的 针对于某一个应用的一个业务类 我们一般叫business 那service结尾呢 是力度比较小的一个业务 之前呢我们在课程中有讲 那个business跟service一般有一个区别 区别就在这里 就是他们所对应的业务的逻辑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力度比较大一点 那个力度呢比较小一点 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 OCservice中的基础代码 因为呢我们这里涉及到了分类 所以呢就要对分类进行操作 分类表进行操作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index.html 我们如何用frame market标签 把这个课程给它展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 开发的一个思路 要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实战讲解 代码实战讲解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constclassify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分类表 大家可以看到分类表 我们有几个 六个分类 parent code是零 就是代表什么 它是一级分类 这个要注意 代表是一级分类 因为我们去 从数据库里堵这个分类的时候 我们要对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呢这个 我们要根据parent code已经排序 把这个零排在前面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二级分类了 二级分类它有个parent code 如果说它是FE 就代表是前端开发下面的 二级分类 大致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分类表 好我们来看一下分类表 对于分类表呢 我们刚刚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 ocservice中 对于分类表的基础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ocservice 对于ocservice呢 之前我们讲 上节课 以及前面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讲了一个基础代码的操作 CRUD这里呢我们就不带大家仔细的去看了 因为呢像这个 这个bin还有这个DAO 这个map文件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我们在第四章 讲这个CRUD 专注于一个表的开发CRUD和分页实现的时候 讲了这个map文件的一些节点 result map 还有idea 还有alklams 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当时 所以呢这里呢 我们就不带大家再去看一遍了 因为呢每一个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除非有特殊的 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这些都是重复的一些功能 只是呢我实现的 对表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就不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OK了 那我们这个map文件就是对哪个表 对这个刚刚看的分类表的操作 还有一个cost costmap主要是对什么 课程表的操作 因为我们这里面要什么 要获取分类的推荐课程 也就是查询这个课程表的操作 到时候呢每一个都有一个ID 到对应的RD的时候大家也去看一下就好了 只不过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动态circle 动态circle如果from这个 如果它不得Now按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呢就跟我们那个create或者updateselectivity 那个方法类似 大家也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就是mapTIS的动态circle的基本实现 好基础代码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实现这部分的业务代码 我们先看一下indexDHTML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就是伦波区 我把它合上了 这部分就是分类区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目前就是这样 双心一下 它没有任何动态效果 就是说我鼠标移上去右侧这一块 没有一个白的出现 没有一个白的弹出层出现 对不对 那其实呢我们正常的时候 进来之后呢 其实它是啥都没有的 对不对 它应该是啥都没有的 我们要把这一块给它什么 补上去 对不对 补上去 那现在呢我们先把静态的放上去 静态的放上去呢 其实就是左侧这一块 现在呢我要把所色这一块对应的右侧这个弹出层给它展示出来 那对于这块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它的结构 有一个DRV 有个main category menu 就是一级分类 那对于这个的样式 大家去一个reset.css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对样式呢 就不做一个详细的讲解了 大家看一下 或者在浏览器按F12 找到这一块 去看一下 也可以 然后呢 这里面有category 有几个六个 六个对不对 就是这六个 就是这六个 数据开发 移动开发 这六个 那对这六个呢 是一次排下来的 都在这个DRV里面 对不对 每一个都有一个CID属性 这个属性非常重要 都有一个CID属性 代表的就是什么 它的classI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二级分类 二级分类呢 是并排的 看嘛 并排的几个 一样是六个 因为每一个一级分类 对应一个 二级分类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class是这个 大家也可以去 一样式表里看一下 搜一下它 然后它有一个ID 对的是A 对不对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拿这个 UI设计为例 它的CID是F 它的ID是F 就代表着什么 就代表着 当鼠标移到 这个上面的时候 我是根据这个CID 和这个ID 找到这个DRV 让它展示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Javascript 展示右侧 那个坦出层的 一个最基础的代码 好 我现在把那块代码 给它copy过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因为这个代码 之前我是写好了的 所以我在这里 给它直接copy过来 好 copy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index copy过来之后 我们放在 轮波效果下面 这个时候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效果先 我鼠标一上去 是不是又再就弹出层了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点代码 简单讲解一下 DollarCategory 对pop over 就是什么 它有一个cligger 这个DIV是什么 我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我要触发一个操作 这个pop over 其实就是Boss Drive 它的一个操作 那它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什么 CID 刚刚没有讲CID跟ID 对不对 获取到它的ID 然后呢 再找到这个ID 让它什么 展示出来 对不对 展示出来 好 那就说我是这个效果 展示出来 当我鼠标离开它之后 它消失掉 对不对 那是哪个方法 就是这个 on mouse leave 它消失掉 是不是hidden了 对吧 就是白色的这一块 是不是hidden 那当我鼠标从这个 离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也应该消失掉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来弥补一下 就是针对于 白色这块的这个ID 也写了一个hidden 如果移动上去之后 它仍然是显示的 如果离开之后 它就hidden 这样的话呢 会导致你鼠标移过来之后 它没有消失 白色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们这个 动态效果的展示 现在呢 我们要把什么 这一块的内容 换成从数据库中 读取的时候 数据库中的内容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实现这个过程 之前我们讲那个 轮播的时候 我们在看portal controller中 有加载轮播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我们在加载课程分类 和课程推荐 我们先看一下 课程分类 这个返回值 有一个list classifieslist 有一个constanceclassifyview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对象的结构 你看这个对象结构 它是继承的字是什么classify 对不对 那我一级分类 就是所有数据库里的一些属性 它都在一级分类里 这个对象也是有的 对不对 它的自带值都是有的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紫分类列表 就是我会把所有的 它一级分类 对应的二级分类 放到一个subclassifylist里面 放进来 课程推荐呢 也会放进来 这样的话 我前段展示的时候 是不是 我先加载它 加载完之后 对于每一个对象 我的二级分类和课程列表 都可以一次性的 给它辨理出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好 我们的课程分类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实现 好 有一个获取所有 包括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其实呢 有一个什么 map queryallclassifymap 就这个 获取所有分类 所有分类就是queryall了 就是刚刚我们看 那个servicequeryall 就是那个map文件里面 有个queryall 获取到所有的分类 我们用一个iterator 迭代器给它迭代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里面是排序的 是根据什么 parallelcode排序 刚刚我们介绍 表结构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我们会按照 这个parallelcode排序 把一级分类排在前面 这样的话 我们便利起来方便一点 如果说 它是一级分类 零 如果说一级分类 我们就是什么 创建一个对象 copy properties 把这个对象 把这个便利 这个C里面的 值放到这个VO里面 并且呢 把这个值放到什么 map里面 放到map里面 map就是放什么 code跟值 对不对 这个code就是哪个code 就是这个code 和值放进来 然后呢 如果说它的parallelcode 不是零 那就说明是什么 二级分类 对不对 就是二级分类 我们要先找到 它的parallelcode 二级分类parallelcode 是什么 就是map的key 对不对 因为你一级分类 放的key 是它的code 对吧 所以二级分类 parallelcode 是不是map的key 于是我们获取到 这个map 对吧 或者到这个map 对应这个key list 就是什么 一级分类的对象 对象有一个 二级分类列表 把它给and进去 就是什么 这个里面 对 这个 就是一级分类 对象的 二级分类列表 按着 把它添加到 对应的二级分类当中 那变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说是这个 就先放map里面 如果说是这个 它的parallelcode 是fe 那map 就get这个对象了 对不对 然后把fe的 放到它里面的 二级分类的列表里面 那最后我们返回的 是不是就是 所有分类的map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便利一下 把它一级分类 给放到这个result list里面 也就是我们要返回的这个 其实这个对象里面 有几条数据 六条数据 对吧 每一条数据都是一级分类 其中每一个一级分类 下面有二级分类 对不对 课程分类 其实这个是什么 一级分类 其实它是一个一级分类 然后呢 我们前端去便利 这个一级分类 好吧 便利这个一级分类 便利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课程推荐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有个prepare 那对于课程推荐呢 我们其实很简单了 query entity 就是查课程表 那查课程表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它的一级分类code 和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wet 就行一个 什么dnssort 就是按照wet 这样去排列 查五个 对吧 就是说我们按照 这个课程的分类 查五条 并且呢 给它倒序排列 按照wet倒序排列 查出来的一个tamp list 给它set到哪里 推荐列表里 对不对 那最终你这个里面 就包括了 二级分类 包括了推荐列表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 前段这个什么 分类进行便利 我们目前这里呢 是进开的数据 对不对 我要把它变成动态的 好 我来看一下 动态的代码 也是之前写好的 我把它copy进来 把它copy进来 就是一级分类 一直到二级分类 好 给它copy进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再给大家讲解 我刷新一下 看 是不是 二级分类是不是出来了 课程推荐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空白 我们来看后端的 二级分类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有对应的课程 对应的推荐课程 是不是展示出来 一样的 每一个都有 如果有推荐课程的话 就会展示 没有的话就不展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前端这块 BrainMarker是如何实现的呢 先看一下一级分类 刚刚我们有讲 一级分类是不是 每一个都是DIV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静态一面 对比看一下 其实每一个都是DIV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把DIV 给它什么 便利出来 那classify 一样的 我们要什么 list 上级课 我们讲 轮播的时候 讲到了if标签 和list标签 请便利 那如果它的index 小于6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块 只能展示几个 123 456 是不是只能展示6个 如果说它小于6的话 我们就给它展示出来 一样的 展示出来 这里面有个CID CID呢 我们是动态的 用classify 下滑线 item的ID 就是它的主件ID 给它展示 用它的CID 然后便利二级分类 对不对 二级分类 大家想 是不是一级分类 有几个 我就出几个这个DIV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先便利一级分类 有6个 我就6个DIV 然后在这个DIV里面 再把什么 二级分类 给它便利出来 item的什么 subclassifylist 其实这个呢 是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前面呢 已经判断出来 它是存在的 那如果说 它的二级分类 list 如果有进行便利 对吧 好 我们便利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 对二级分类 进行便利 对吧 好 每一个 我们都给它展示 它的name 然后这个 三类的list 我们随便写了一个 因为我后面呢 讲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点完善了 其实就是这个路径 然后它的ID 是classify 消化线ID 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展示完成之后 这就是二级分类的 一个结构了 对吧 二级分类的结构 我们一样参考 静态页面 就参考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 课程推荐 课程推荐里面有什么 record costlist 对不对 那就是把课程推荐列表 然后必须便利课程推荐列表 每一个都给它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之后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效果 好 这就是呢 我们本节课 一个课程分类 和课程列表 一个展示的过程 代码呢 在这一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代码就是 主要的就是这一块 和后台portal control中 这两块代码 重点呢 其实就是这个结构对象 我们如何把它给 封装成一个VO的 VO呢 其实就是我们页面 展示的一个什么 value object 我们讲Java那个规范的时候 有讲到VODTO的区别 VO就是一个value object 作为前段展示的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 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如果说你上节课 没有执行这个install.circle 你本节课执行一下 因为这里面呢 是一个有数据的 一个install.circle 执行一下就好了 就有数据 如果你没有数据的话 就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发布就是展示效果 就是刚刚我们展示的这一块 它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展出一样的 我们这一节有一个什么 Wiki 原码是OC Project V501 小写03 就是我们什么 第五章第一节的第三个小版本 就是这样 好 这就是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大家好 我们来继续介绍我们 在线网校实战教程这门课程 我们的上节课主要讲了 网站的首页 课程的分类和课程的推荐 两部分的内容 那本节课呢 我们来讲网站首页 实战课的推荐 免费好课 以及加法课程 这三部分的内容 我们呢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讲解的思路 就是需求 设计 开发发布和产出 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讲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需求部分 那需求部分就是我们要实现的功能点 也就是知识点 我们主要实现啊 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 就是实战课程的推荐 从数据课中加载 所有的实战课程 那实战课程 它的一个标记呢 就是它的价格 是有的 并且呢 不是免费的 所以它都是实战课程 那还有一个免费好课 对于免费好课呢 它的都是什么免费的 所以它的free 这个字段 对应的是什么 是1 那还有加法课程 加法课程呢 就是说我们查询的时候 是查询什么 所有加法分类下的课程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那我们的设计思路呢 依然是在ocPorto当中去实现 它的业务楼记代码呢 基本上是在PortoController中 PortoController中 最终在页面 在index.html中 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好 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完效果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网站的首页 我们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网站的首页 那对于这个分类 以及这个轮播 上几个课我们讲过了 那本节课呢 就是实战课的推荐 我们展示五门课程 免费好课 我们展示五门课程 加法转件开发工程师 加法课程 我们推荐几个 1234567门课程 并且呢 对于第一门 第二门和第三门 我们的展示的样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 要实现的功能 那对于数据库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于数据库 有一个T cost表 那对于这个表中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plus字段 和一个free字段 如果说它是实战课教程 那free就是什么 零 就是代表是什么 它不是免费的 它就是实战的 那对应呢 它有一个plus 就是价格 我们展示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实战课 都是有价格的 那免费课 都是什么免费的 它都是没有价格的 所以展示的时候 做一个这样的展示 那对于加版课程 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实战课 所以呢 它展示的时候 我们要分别判断 如果说它是实战课 就是展示的是有价格的 如果说它不是实战课 展示的就是没有价格的 所以呢 我们来实现 这三部分的功能 那对于数据库的读取 就是T cost这张表 因为呢 这里picture 我们已经有一些数据了 如果说 大家对于这个背景图 如果说需要使用的是图片 可以呢 使用一个bankground 来实现 如果不需要使用图片 直接使用背景色 一会儿呢 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开启本节课的一个 代码实战的部分 刚刚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效果 或者说大家直接下载下来 50104这个版本的原代码 进行阅读 也是可以的 首先 我们进入首页 是进入的什么 Portal Ctrl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那对于轮播区和分类 这一块的内容呢 已经讲过了 我们本节课的主要讲 获取五门实战课 免费好课 以及七门加把课程 根据权重啊 Satacom进行排序 来实现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 获取五门实战课程的代码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query list 就是查询什么 课程列表 对于查询课程列表呢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要传一个 搜索的入三query entity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方法 进去 最后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上架 我们在统一的query list中 进行控制的 我们只查询 已经上架了的课程 只查询已经上架了的课程 所以query list的进去之后 我们在cos道中 就可以看到query list ok query list 大家可以看到 query list的有个permit的插头 搜索的是什么 cos query dto 我们看一下这个类 那这个类呢 是继承了什么cos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放了一些 其他的参数在里面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什么 排序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什么 counter 需要查询一个数量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实战课 我们是按照什么 是按照什么 这个 wait进行排序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需要什么 需要这里面有一个sort字段 并且呢 有个sort direction 有个start 有个count 有个end 有个limit 结束标志 这样我们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从 可以查询几条数据 并且呢 有一个什么 排序功能 我们有一个cos query dto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query list 是不是传了一个cos query dto 那这个dto 进来之后 我们select include if id 就是查询所有的字段 all columns 然后from这个表 然后有一个什么where语句 那这个where语句呢 有个prefix 就是以where开头的 有个什么 prefix of rise and 我们所有的都是and 你看and或者 就是说如果说and有重呢 它会有什么 它会只有一个and 那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类型 我们有判断 分类我们有判断 这样的话 我们取java的时候 是不是设置了分类 设置了分类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还有什么 二级分类direction 就是什么 哪个方向的 因为这里面 我们有设计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字段可以不用 然后还有use name 还有free等等 我们这个都加了一些参数 做一些使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sort field sort field和sort direction sort field和sort direction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排序 我们根据哪个字段 你排序 并且它的排序的方向 是什么样的 都在这个portal controller中 我们有个set 看一下看一下 有个sort dsc sort field 就是什么 我们按照weight 进行什么 降序排列 大家一会儿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 怎么实现的 我们先讲manp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select list query list 对我们所有的查询 看到没有 都是查询query list 都是查询query list 只是条件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manp 大家看一下 这个query list 就可以了 里面有什么 有排序 有limit 有查询数据的数量 都有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针对不同的业务 我们查询数据 那首先我们查询的是什么 实战课教程 我们说了 实战课教程 我们查询的是几门 在首页上 我们显示的是五门 这里面我们set一个什么 cont 就查询的是五门 然后有个setfree 就代表是什么 非免费课程 就是实战课程 有个setfree是什么 free not 就是什么 非 非免费的 看free not是零 对不对 收费的是一 对不对 onsell是一 onsell not 是下架的是零 那这个时候 我们setnotfree 就是查询什么 非免费的五门课程 并且按照什么排序 按照wait排序 wait降序排列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看sortfield 如果不有空 那sortfield是什么 field to column 就是什么 我会把这个field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它的字段值 比如说我这里面wait 用的是wait 转换就是wait 那如果说我排序 我按照study count排序 那这个时候 它是怎么转的呢 它会把这个study count 按照骆驼命法 转换成下滑线 它会转换成什么 它会转换成这种格式 那所以我们这个dstsortfield 大家要注意一下 传的是自断的 自断的 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javabing里面的property javabing里面的property 而不是自断的值 就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map里面的property 而不是这个column的值 大家注意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按照wait 降序排列 有个query list 查询出来 action cost list 五门课程实战课 就是这样查出来的 好 我们把这个action cost list 放到了model的view当中 然后再去查五门 免费的课程 那对于这个query entity 我们是什么 可以复用的 对不对 因为query entity里面的 有一些值 比如说cont 五门课 这里面还是查五门课 所以我们复用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查是非免费的 就是什么 就是免费的 这个是什么 免费的 我们要查免费的五门课程 这有个set free free的是什么 一对不对 非免费的 这里面有个free cost list 你把它set进来 OK 这个model view 按的一个object 按的free cost list 查询什么 五门免费的课程 五门免费的课程 那我们的排序呢 依然是wait 降序排列 这里面呢 我们要设置这个sort field 依然按照降序排列 最后我们获取七门 java实战课教程 那对这个java课程 我们根据什么 权重进行排序 就是根据什么 study count study count进行排序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query entity 要改一些属性了 count查询的是什么 七门 对不对 set count是七 那是不是免费的 不分免费和实战 这个时候我们free 就不作为什么查询条件了 那就说什么 那就说我这个free 等于now了 等于now是什么 我这个add里面条件 就不会有它 就说明我们查询的是什么 所有的课程 包括什么 实战的和免费的 所有的教程 所以这个set free是now 然后我们有一个subclassified 就是什么 java分类的 那这个java是怎么设置的 大家看一下 是根据subclassified设置的 对不对 java课程 如果说你查询passel呢 是不是把这个passel 给它set进去就ok了 好 查询java的课程 我们排序按照study count 降序排列 dstsort field study count 那这个时候 我们查询出来的 七门课程 就是java 关于java分类的课程 那查询出来之后 我们return这个mv 就进入了什么 好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index dltml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index就是 实战课 我们免费好课 我们java课程 七门 对吧 java课程七门 我们来看一下 前段页面 是怎么处理的 打开 我们先看一下 实战课的推荐 这个时候 有个actioncost list 我没什么 如果说它存在 并且它的size大约零 先if一下 if的结尾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中间list 进行变历 变历这个ancentlist asatom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面有一个 assign assign 等于atomindex加1 atomindex代表的是什么 大家如果写过 fremark前段标签的 或者说学过fremark的 都知道 如果说你没有 学过fremark 百度一下 fremark前段的标签 很简单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 半个小时 就能掌握 基本的一些标签了 很容易 atom下方言index 代表的是什么 它的下标 那都有第一个 atom的第一个 这个ancentcostlist的 第一个atom 它的下标是几 它的下标是零 所以我们矮影等于 恰加一 然后除无取 是不是零 如果说是零 我们就用什么 green筆迹 就是什么 绿色的 绿色的什么 绿色的底色 否则 我们使用什么 pink 然后这个这个 green什么之类的 这个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呢 我们想让这几个 五个背景色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样写 但是 这里也想一下 如果说 我们这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图片 比如这个课程 它有一个课程的图片 是不是我可以用什么 用青江云存储的图片 给它做一个处理 因为我呢 再给大家讲解 那这里面 是不是 我展示了五个课程的背景色 展示完成之后 我展示一下课程的名称 看一看课程的名称 课程的名称 这个课程的是什么 subclass 这个是什么 课程分裂的名称 展示在这个 课程分裂的名称 刚刚说的有问题 课程分裂的名称 展示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再来展示 课程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课程的名称 课程的什么 概要 课程的概要 课程的学习人数 课程的价格 因为我们是实战课 所以大家看一下 课程的名称 课程的简介 课程的学习人数 课程的是什么 价格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 什么profil 什么这个 都可以看到什么 它的样式 F12一下 F12一下 然后点一下这个 查看器 就可以点中它 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些规则 它的一些样式规则 看到没有 看到一些样式规则 或者说 大家直接去什么 直接去reset.css 里面去看 也是OK的 好 这个就是实战课 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看一下免费好课 那免费好课 我们便利的是 free cost list 对不对 刚刚实战课 便利的是什么 免费好课便利的 free cost list 其实跟 anction cost list 类似 一样的 if判断它大于0 然后进行便利 便利as item 然后一样 itom加1 这里面相同的处理 如果说取 等于0 该怎么做 如果说取是哪个值 我们就是什么 取一个背景色 那这个背景色 就是这个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没有 这个背景色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 做一个展示 是相同的 然后展示什么 分类的名称 然后这里面 会展示一个 课程的 初级中级高级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免费课 免费课的展示 跟实战课是不一样的 实战课展示多少人在学 而价格 我们这里面展示的是 它的级别和多少人在学 唯一区别就是这里 好 这个是免费好课 那我们来最后看一下 Java课程 那Java课程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底下是四个便利 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个性化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面展示的时候 也有个性化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JavaCostList 这个列表 我们进行变利 这个时候 如果说它是大于零的 并且存在的 我们先取第零个 FreeMark去取值的时候 如果取第零个 也是有下标的 对不对 下标取值取第零个 看到没有 下标取值取第零个 那取第零个的时候 JavaCost0 这个代表第零个 看嘛 有个Banground imagine 我就是什么 用一个随便 找一个图片 给它代替上了 网上的一个图片 给它代替上了 那代替上之后呢 这个图片是不是 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第零个 那还有什么 第零个的Name 第零个的Brief 都有对不对 第零个的Name Brief 都有了解详情 一点 会进入课程的学习页 那第二个课程 看一下 如果说它的List size大于2 就是什么 它这个列表 有两个值 我们就取什么 取第一个 第二个 把第一个 第二个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那这里面呢 其实呢 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什么 如果说它size 是大于1的 就说明了什么 我们这个也不展示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呢 为了给大家 演示的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 一起判断了 如果大于2 两个都展示 如果不大于2 是什么 都不展示 那如果大于2 我们取第一个 和取第二个 通过下标来取 然后给第一个 和第二个 这应该是第二个 和第三个了 我们通过下标 那是1和2 通过下标1和2 那对于这个1和2 我们做一个展示的时候 一样的 看这里面 有一个背景图 背景图 有一个totelname 然后有一个hrf 这里面展示的是 java c1的name java c2的name 就是它的名称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下面呢 就简单了 便利这四个 大家看一下 便利它 如果它index大于2 就是什么 前面三个我不管了 012我不管了 0125不管 从第三个开始便利 那如果它的index等于6 就是什么 最后这个 margin rat不要了 其他的都有一个margin rat 给我们前面这两个类似的 那这个时候 我便利这四个 是不是把这四个展示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四个的展示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给我们免费课 是一样的展示方法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判断 f atom的free是不是1 就是说 我是不是免费课 如果我是免费课 我展示的是什么 它的级别和学习人数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免费课 我展示的是学习人数和价格 对吧 看一下 学习人数和价格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atom的free 的判断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个 简单的演示 当我这个代码都写完了时候 加把课程也结束了 最终呢 这块也展示出来了 大家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背景图片 都是这个什么 背景涂色 对不对 没有用图片 下面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用图片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query list 对不对 查询出来这个list了 那我对这个list 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便利啊 list list等于 好 list等于 我for一下它 那我for 我循环便利一下它 我判断c的 判断c的什么 if 换断c的图片 是不是 唯空 is not empty 如果不唯空 如果不唯空 就是说明了什么 它有轻牛图片 对不对 轻牛图片处理 好 这个时候 我c 在setpicture setpicture 然后轻牛storage 轻牛storage 轻牛storage get什么 getURL 那这个k就是c getaimendi 对不对 就是c getpicture OK 这个时候 我这个图片 是不是set进来了 然后是什么 我return这个list 就OK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有的是 是不是就有图片了 有的是就有图片了 这个时候 我在前段页面展示的时候 我来判断一下 如果说它有图片 如果说它有图片 我就给它展示一个背景图片 好不好 好 我来判断一下 我来做一个整体的判断 请ifitem的picture 问号 else 就说如果有图片 我就展示背景色是图片 如果没有图片 我来展示是什么 我来展示 这个 好不好 如果有图片 我就展示图片 如果没有图片 展示它一个背景图片色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底下 刚刚写的那个 有一个背景图片的 这段代码给它靠过来 这个是不是展示背景图片的一个代码 好 class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我来给它写一下 backing magic star等于 这里忘了写star 好 那对于实战课 我是不是有图片就可以展示了 这里面URL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里面URL是什么 是不是 dollar item的picture 这个时候我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吧 好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 刚刚后台再启动 效果比较慢 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实战课是有图片的 肯定就能展示图片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肯定就能展示图片 好这个再启动 启动完成之后 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大家看一下免费好个 哎呦不好意思 它都没有图片 那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比如说Oban图像 来搭建这个什么什么环境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我们来找一下 Oban图那个课程 好像这个课程也不是特别好找 首先我都给它设置上吧 都给它设置上 这个时候再来刷新一下 还是没有 不好意思 还是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课的有没有啊 实战课就是什么 零的 刚刚我改的代码是什么 是哪个部分呢 反正呢 大家就按照这个写就OK了 绝对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说它有背景图片 展示的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呢 我这里面数据刚刚没有准备 所以展示的时候可能又会有问题 大家自己去处理一下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刚刚这个 这个是有背景图片的 对不对 那你按照这个写法 肯定是上面会展示的 大家下载下来圆码之后 按照这个展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呢 大家自己去处理一下就OK了 因为我这里面数据 可能准备的有问题 但是呢 不影响我们功能的演示 好吧 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我们也一样有一个产出啊 50104 加把课程 免费好课 这样一个wiki 另外还有50104的一个圆码 这个圆码呢 其实是没有这一部分的 圆码是没有这一部分的 圆码都是什么 都是有背景色的 背景色 不是背景图片 如果说大家想实现背景图片 参考一下这的代码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就给它什么 给它set一下picture 就是什么 从青牛云来读取这个picture 处理一下就OK了 好 谢谢大家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